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间艺术团的成员们表演了一段赫者族名歌《乌苏里盲目》 《乌苏里盲目》那就是咱们赫族的名歌 就是我父亲他们那时候就是一整就唱这些歌 《乌苏里盲目》 我就觉得咱们爸爸特别是这个乌苏村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现在都特别注重咱们赫族的语言了 因为什么咱们赫族的语言没有文字 就口耳相传 所以说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把这个文化要传承下去 这个意思就是西特莫尔根贪黑飞着一头鹿回来 然后往这架子上一放哭通一下 走访中 记者偶遇了大学教师金丽娜 多年致力于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他 六年前曾来到巴刹村调研 这一次是专程带着自己的贺者与专注感到村里致谢的 面对我们的镜头 金老师也讲起了他眼中的巴刹村这些年来的发展变化 我切身感受到了我们16年到今年 包括整个这个乡里头的一个硬件设施 文化的设施 包括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的制度 都发展质的提高 就比前年又好了很多 所以我发现这样的一个进步是不断持续一种持续发展的 我从16年到这个今年已经过了6年 我看到这个整个村的面貌 包括我们整个文化设施 又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所以我很激动的 真的很激动的 鱼骨制作的手链头饰 鱼皮缝制的帽子挂件 在海珠手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趁着理事长王海珠手机直播的间隙 记者体验试带了这些精美古朴的贺者组手工艺品 2016年 自小学习鱼皮制作技艺的王海珠创办了这家合作社 带领当地50多名学员一起设计生产 共同致富增收 创建合作社以后呢 完了咱们那个就是乡里啊 给那个厨子办的这个学习班 他们做的这些刮件什么的 就是挂到家里也可以 游客来了 看了好 它也可以卖一些 再一个咱们就是自己家炒的鱼毛 游客感觉好吃 它也要买 这样就是带动更多的那个家庭收入 走在八岔村绿树成荫的小路上 一排排整齐精致的贺家民居映入记者眼帘 不时还能碰到为发展旅游业而建起的家庭旅馆 八岔村祝村第一书记王浩告诉记者 除了发展贺乡民俗体验游 他们还根据村里的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进行了产业深加工 鲜石玉米加工和鱼制品加工 我们一是我们利用我们这个黑土地的优势 种植鲜石玉米 然后我们也对它进行深加工 就是打造这个特色种植加深加工一个模式 再加上我们的鱼业生产 因为我们有得天独厚的鱼业资源 因为村民打完了鱼收购之后 又进行对它深加工 做成鱼罐头鱼杆或者小食品 谢谢大家